这一次来也主要是考虑你的年龄结构 比较适合怀旧 亭荣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宝贵的青春回忆呢 那就把我的道具拿上来 翻个我给您装扮一下 什么意思 给我戴的衣服 领子立起来 对 差点 差点指 准备 三 二 一 走 差一根牙签 我等了三年 三年 整整三年 我再等一个机会 我就是会告诉别人 我一定会回来的 这不是那个归探狼走了 那个那句话吗 我计算了 看得太砸了 今天带着这身行头 就是想让大家一起跟我回忆一下 就是因为我是个电影民 那个朋友应该是香港电影 发展最迅速 最辉煌的时期 《赌神》 《英雄本色》 《英雄本色》 《倩女幽魂》 《阿飞正传》 对 《阿飞正传》 还有《猛虎过江》 还有周星驰的《唐伯虎点秋香》 警察故事 成龙一起 警察故事 无间道 这每一个题目讲起来 整整的就是一个个画面 在脑海里面刷刷刷的 就能看到很多经典的镜头 没错 那个时候我们通过这个香港电影 其实也看到了不同的主题 比如说刚才讲的 我们通过香港电影 看到了《功夫电影》 知道了成龙 知道了李连杰 很多朋友的青春回忆 周星驰的喜剧电影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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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还有很多警匪片 对不对 这个枪战片 就我这种打扮的主角英雄 大家记得吗 那个子弹永远打不光 双手可以开枪 啪啪 两个方向 然后吴宇森的电影 我这一出场 后面必须配十个鸽子 对不对 对不对 对不对